什么?挖石油? 它要石油做什么? 海底石油是发动机和生活的重要燃料 如果掌握了石油技术 就掌握了海域上的话语权 毕竟随着时间的慢慢推雨 以后的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那么需要石油的机器也会越来越多 原来是这样 那这石油不是挺好的吗? 鱼儿,你想错了 这石油表面上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不断开采的过程中 会破坏自然的环境 尤其是在现在基本只剩大海的情况下 如果破坏了海里面的植物 那这些海鱼就不能生存 进一步地恶化海岸环境 也会影响到我们甚至 甚至什么? 说不定会再次引发海啸 地球上的这些岛屿也会全部被淹没了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 那,那咱们怎么办 目前来看 要先把大炮救出来 然后再一起想办法破坏这个石油站 诶,辉哥 我想到了 那个白先生不是要得了王国的宝藏吗 咱们可以跟他提条件啊 如果咱们制止他开采石油 就把宝藏给他 也能把大炮换回来 哦,就是 我怎么没有想到 玉儿,咱们赶紧去 这就找他谈判 出发 好 好 好 你快放我出去 我活都给你干完了 你怎么还关着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算盘 赶紧在这里 老老实实地待着吧 如果你的辉哥 能早些赶回来 说不定 能保你的小命 你 你会后悔的 辉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 走 赶紧去看看 带回来咱们要的东西了没有 我兄弟大炮呢 别担心 他好着呢 你找的东西拿回来没有 那你也别心急 咱们要好好谈谈 否则你也得不到 好 咱们打开天窗 说亮话 咱们打开天窗 你会让们快乐 你会让你开 插 你的目的 我们灰哥都知道了 停止你的恶行吧 哟 想炸我 那你倒是说说呀 你酒馆后面 就是胁迫大炮建造的石油站吧 行啊小子 还真有两把刷子 但你知道又有什么用 难道你的兄弟 不比他重要 赶紧拿东西换人 我们灰哥说了 你想得到宝藏 就必须把人先放了 而且还要关闭石油站 想得美 又要放人 又要关闭石油站 你这条件可提的真多呀 那也只能这样 你如果不停止运行海上石油站 德鲁王国将不会把宝藏给我 你又怎么能得到呢 那是你的问题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你想要人 就必须拿宝藏去换 而且我的石油站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而停止运行 好了 谈判就到这里吧 剩下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你 你太欺负人了 辉哥 怎么怎么办啊 看来这家伙是提了心的 要运行石油站 可是 这样咱们就得不到宝藏了 是啊 对了辉哥 要不然咱们回去找 陈养颖大哥吧 让他过来把这些人都收拾了 哦 万万不可 如果要动手 那也不会等到现在 大炮在他们手里 不知道受了什么样的对待 如果贸然出击 他们一定会伤害大炮的 到时候 咱们可就麻烦了 哎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咱们该怎么办啊 先别着急 让我去探一探虚实 好 我答应你 明天就把宝藏图给你陷到 但是在这之前 我要先以大炮见上一面 想先见面 呸 难道真以为 我傻吗 你和那雷大炮 如果商量对策 然后离应外合 我不就危险了 哼 赶紧走吧 明天我就要看到你的宝藏图 否则 我就撕骗 你欺人太甚 辉哥咱们 玉儿 别说了 咱们走 啊 辉哥 这 哎 辉哥 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啊 咱们又没有宝藏图 你拿什么给他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玉儿 这次成败 全靠你吧 啊